哈喽我是顏色掌 这个耳机要注意了 100多他就能买的主动降噪耳机 而且音质非常不错 这个就是堆药狂魔QCYT43 ANC 用他听歌这段时间的期间真的是太爽了 它外观是属于这种很小巧的 这做工就算是放到千元耳机市场 我觉得都是属于那个比较能打的 耳机是这种纯色 带有点磨砂的质感 搭配这种Q弹的耳套 就算长时间佩戴 我觉得都不会这种不适感出现 不过说到它的音质 我对于它这个T43的印象 是觉得完全能够值回票价的 它这种低音不算是特别的多 但是它弹性和空灵感是很强的 很适合听游行乐低阶 和那种节奏感很强的音乐 你能明显感觉到这种现场的这种氛围 当然如果你用来听这种女声啊 或者是中高音 也不算是那种很折磨的 但是它的优势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如果是喜欢听古典 人声交响大编制 这种大动态的需求 那这个耳机肯定是满足不了理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建议还是入手动铁耳机会比较靠谱 我觉得它更适合的 就是在通勤的时候 开启主动降噪后 来一首嗨一点的舞曲 给每日无聊的通勤带来一些乐趣 不过说到降噪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玩明白 我就只有这种双麦降噪 才真的是能把降噪深度 做到的这种无感体验 那种密闭性和模拟声波 只有调校的非常合适 才能让你感觉到无感降噪 它搭载的这个APP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动态去调节它这个深度 这种设计它就非常的人秀化 而且除了降噪 它的音效也是可以去调节的 那种音乐软件调节音效的效果 肯定是没有耳机音效调节的更多音效 切换到这种纯净人声之后 之前听人声不满意的那些曲目 情感也明显要改善了很多 当然除了刚刚说的这些优点 它在很多方面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 比如续航30个小时 蓝牙的5.3 还有游戏模式 这些本不应该出现在百元耳机上出现的这种配置 它基本上全都有了 如果你正准备入手蓝牙耳机 我觉得它很值得一试哦